初夏的九州左鶴 公路景色相當美 造訪遠近馳名的友田停搖場 先來挖寶 這裡翻翻 那裡找找有點昏暗的倉庫 放著一個個木箱 上頭堆滿陶瓷容器 杯盤碗蓋 這很適合用瓷蓋飯 限時90分鐘 分成含稅5500日圓的橘色籃子 以及1萬1000日圓的黑色籃子 陶瓷器限區挑選 1萬1可拿得更為細緻 花色樣式也多 但是挑完自己喜歡的容器 怎麼放也是一門學問 這裡提供包裝的報紙跟紙箱 相當貼心 就是要讓大家開心的家友 手煎燒完整帶回家 位在友田停的信樂窯 是一家超過150年歷史的窯廠 外頭一片 以寫有商家店名的木盒 堆起來的牆面 根本網美景點 1 2 3 好 附近最特別的陶山神社 是日本唯一一處陶瓷為主的神社 不只大鳥居 獅項跟水瓶 登座也都是陶瓷座的 這一次日本的唯一陶瓷鳥居 然後就是大家有看到這個裂痕 是因為之前颱風的時候 然後它就是有稍微揮損 然後再把它重新建起來的 神社還有供奉財神 要保佑財運 得拿出自己的錢包 木槌敲三下 麻煩了 蛋黃 這好可愛喔 神社販售的御守等紀念品 當然也都跟陶瓷有關 可愛又特別 九州的佐賀縣 有人說是陶瓷聖地 有人說是陶瓷之鄉 但來到這裡 不買一個道地陶瓷回家 真的很難 不只有田庭走過唐金市 一樣有美美的陶瓷專賣店跟餐飲 讓人以細緻茶杯酒杯休憩品嘗 連扭蛋都是唐金燒 搭配製作的生活用品 謝謝 喔 漂亮 說到好吃的東西 不要小看左賀 這裡美食可是一點都不輸 給日本的其他地方 日本酒當鍋底滾了之後 夾起一片滿是美麗油花的 左賀牛下鍋蒜 讓人口水直流 對 有點變色就行了 好專業 還有現補撈花枝 做成鮮片與榨物或燒烤兩吃 加上特製的燒賣 搭配店家蜜醬相當完美 再來寧靜的私宅庭園 體驗素麵為基本食材的懷食料理 擺盤優雅 餐點誘人 光看就忍不住食指大動 在地的蓋飯四吃 美味米飯上有滿滿的竹崎蟹蟹肉 淋上柚子醬等醬汁 最後是茶泡飯收尾 連女孩們都是一口接一口 直接完食 亮點是高腳杯裝的蒸蛋 最後來看有田亭這家個性餐廳 擺放了2000個漂亮的有田燒杯 這些只給用不賣 上門客人可以挑選眾藝的杯子 喝茶喝咖啡使用 更美的則是放在賣店 等待有緣人 那我這樣就有地方特色 這裡的燒咖哩 有濃郁鋼蟹香搭配燒烤起司 加上蛋黃跟牛肉 是店裡的招牌餐點 而彩蛋必須要說 麻糬口感的豆腐 真的不要錯過 TBs新聞 許啟方 日本朵賀的 採訪報導